主席 主席我們請陳部長 紅委員長 部長長 部長很高興今天早上又看到你 本來是次長要來 很高興昨天看到衛福部部長還是有出席 今天我們勞動部長也出席 再過三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其實在這個五一勞動節的前夕 其實討論這個議題我覺得 蠻有意義的 那因為其實我 曾經看到報導有說過 您就是在 要推動的一些法案上面 除了就是縮短公時 週休二日之外 有一個就是 派遣勞工保護法 其實這是你心中兩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這個派遣勞工保護法 其實在2014年 其實勞動部有吵你過 但是呢其實一直到現在 也沒有什麼進展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部長 您針對就是您當時候 一直想要推動的這個派遣勞工保護法 目前的這個狀態跟進度 您有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謝謝委員這個指教 那麼派遣勞工保護法 基本上對於這些 現在大家關心的部分公司 或者是他沒有 這個就是全市工作的 能夠有比較充分的保障 那我們當初這個法令裡面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要派單位跟這個派遣單位 要同負雇主的責任 因為這個最大的爭議 就在兩邊都不負雇主責任 第二個就是要同工同酬 你派遣者要跟正職工是同酬 第三個就是要限制這個派遣勞工的一定的比例 當然第四個還有其他的一些權益的保障 那當時我們在103年2月已經報到行政院 最後大家一直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就是 這個派遣勞工的比例 當時我們訂了一個3% 但是企業界認為對於他們企業的用人彈性 會造成太大限制 那勞工團體也認為3%太高 部分甚至希望我們逐漸有一個落入條款 要降到零 所以這一點一直沒辦法達成共識 所以在行政院審查的時候 就一直沒有辦法從行政院審出來 所以到目前為止就2016年的 就是行政院對於這件事情的態度 還是沒有比較清楚嗎 因為這個我上任之後有做過很多努力 我分別去拜訪這個工商團體 那工商團體希望這個3%能夠給他們彈性 就是說依照不同的季節 或者是不同的性質給他們一定彈性 那我在跟這些勞工團體談呢 勞工團體大概都沒有太多的這個空間 他們就說連3%他們都不能接受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即使很努力的兩邊去協調 也沒有得到結果 那我們這邊弄不出結果 行政院那邊也無法審下去 OK好 那我大概了解行政院 他這邊的一個態度 那其實我今天想要問的是說 其實不管說 因為其實也借領這個政權的交接 那不管說未來說新政府 他對於派遣的這個態度 他是要禁止或是合法 其實目前有一些都 有一些現象其實都是蠻嚴重的 那尤其是政府跟國營事業 就是帶頭在用派遣的勞工的這個問題 其實非常嚴重 那其實在103年度的調查當中 就是勞動部的非典型的人力的運用 他的人數比也高達6成 我相信部長你可能也看過這樣的數字 衛福部他的非典的這個用人的比例 也大概120% 其實他都是蠻高的 那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那你知不知道說 在就是政府單位的這個派遣人力的運用 現在人數跟比例有多高 整個政府 就是整個中央政府算起來 大概就是在3%左右啦 在3%左右 對 但是我們勞動部的話 因為那個勞動力發展署本身 他這個運用的人數 因為他很多業務 這個我們沒辦法補充這個正式的員額 所以但是又要做好這個就業服務 或者是職業訓練工作 所以有很多都是用派遣 我們這個比例是希望逐漸逐漸的能夠降低 好 那再來我也要問說 當時候我記得行政部門 他是說只要涉及公權力的行事 就不應該使用派遣 那我想請問一下勞動部 我們現在政府單位他在派遣人力的時候 真的有依循這樣的一個標準嗎 就是有掌握 我們因為現在在做這個派遣呢 大概都是分派在各縣市 各個角落的這些就業服務站 那就業服務站他基本上是 受理民眾這個就業服務的申請收件 那收件到後面呢 要去做後面的處理呢 最後還是要由這個正式的公務員 那麼來做這個審核核准 但是前面的一些前置作業呢 會有這個派遣的人員 派遣同仁來協助辦理 那所以其實在勞動部的狀況是怎樣 那其他的部會其實 部長這邊有辦法去了解說 他們在運用這派遣人力的時候的狀況嗎 我們大概也跟這個各部會 大家都有去做過一些了解 而且大部分的部會也都知道 他們是沒有賦予這個 執行公權力的一些這樣子的身份 所以多數呢都是 他們協助這個正職的公務員 處理事務 但最後蓋章的那個還是要正職公務員 所以就是那個正式公務員 要負責公務員的責任 所以比如說他們做一些核心的業務啊 比如說政策的研究這些 他們還是可以用派遣嗎 因為我其實我們有查到一些資料 他是在政策研究上面 他還是用派遣的員工 那就看什麼政策啦 因為派遣的一般都是年資也比較淺 這個資歷也比較不足的 他要是這個部會找他當政策研議的話 那個政策我就想可能會比較這個 比較不周延吧 好 來 部長 那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們說在推動這派遣法的時候 要保障勞工的權益 那當然有一個很重要 剛剛一直在講的 同工同酬這個問題 那你們在同工同酬上面的一個認定 的標準是什麼 現在的問題是 派遣公司把這個勞工派到要派單位去 中間 好比說他派出去三萬塊 但是呢派遣公司會扣一個這個什麼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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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本身的手續費 他行政管理費 那可能扣交他一成他就少三千塊 扣到兩千他就少六千塊 所以會有這個問題啊 那我們未來是希望 三萬塊就應該實質的給到這個勞工 三萬塊 至於那一個行政管理費應該是外加 不應該 我過去在台北市政府服務 我們也有用派遣 就是用外加 現在很多都是用內涵 內涵的話就是剝削到勞工 那麼所以應該未來我們主張是應該要走外加 那除了這之外呢 像假啦或是加班費啦 這些你們有你們的一個認定的標準嗎 這個大概全部都跟正常的勞工完全一樣 但是我們也加強去查查 有些雇主不見得會落實這樣子一個要求 就是派遣勞工在我們的認知上呢 他享受跟這個正常勞工 這個所有勞基法對他的相關保障 好 那如果說我們真的能夠做到同工同酬的話 那企業他其實他如果成本上面都一樣的話 那他就直接聘用一般的 就是正式員的勞工就好 他就其實根本也不需要再去聘用這樣派遣的勞工嘛 那所以其實如果我們定了這個法律 其實他的意義也不大嘛 如果真的我們要做到同工同酬 那我們在法律面也強制去執行 那其實定了這個法也沒有什麼太大的用處 不是 這個法就等於是push 就是他的積極意義就是要消滅這個派遣嘛 那麼未來這個也達到我們 大部分勞工團體的一個目標嘛 所以我們也跟這些勞工團體溝通就是說 你讓我們這個法先上路 這法一上路之後他很多的要求 對雇主的要求就會產生新的一個壓力跟負擔 那慢慢他就不願意用派遣了 那麼派遣自然就會被這個被消滅了 那就達到他們要求的最終目的了 但是其實我對於就是這個議題當然是 勞動部的說法是說有這個法 他可以消滅這樣子的派遣的這種模式喔 但是其實勞工團體他們都覺得說 你立了這個法喔 反而你把這個派遣合法化 然後更有 企業他更有一些標準 就是說他一定要用派遣的員工 總之其實大家的意見不太相同啦 但是我今天有一個 其實還蠻想問部長就是說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政府單位用了這麼多派遣 其實比例也不算低啦 那當然我們認為說其實政府單位 應該是要做好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示範 然後其實比較不建議 也就是不傾向政府來用派遣的一個勞工 那因為其實時代力量其實以前到現在 其實我們都認為說其實政府單位不應該 使用派遣的這個勞工 但是因為種種的制度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 迫於無奈 你們的說法都是迫於無奈 因為你這個總和原法沒有辦法的狀況下 你們一定要用 那我想要問啊 如果是你個人喔 你知不支持就是政府單位呢 就是禁止派遣 其實這個是可以做深入的探討的啦 因為我們看看世界各國喔 就是剛剛我們看到荷蘭的派遣高到28%嘛 那麼日本啊這個英國啊 派遣都比例非常高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他們的經濟就比我們不好 所以派遣它有它存在的空間 但是完全說就是完全排除這個派遣的使用 就像即使以公務系統來說好了 我們很可能在短期之內 可能會有個業務需要大批的人力 但是我的員額有限 那我要完成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可能短期之內聘一些派遣的人來完成 完成之後就把它支遣掉 那這個是一種做法 這是要保留這個彈性 如果說完全沒有的話 那你我現在忽然接到一個棘手的工作 好比說921重建工作 我們要聘立刻要需要1000個這個能力來協助 那我正式公務員沒有那個缺額的話 我們馬上碰到這種所謂mission的這種 一些任務型的這種工作呢 可能就沒有足夠的能力了 部長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們的非典型的工作型態 其實還蠻多的啦 其實我覺得遇到一些臨時的狀況 我覺得我們這些工作型態 其實都還是有辦法去應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我們剛剛你後來有提到那個部分工時 你今天在報告裡面重點是部分工時嘛 那我就針對部分工時的幾個問題 其實從主計處的這個人力運用調查裡面 從2005年 它的這個部分工時的人數大概是5萬8千人 那到2015年到去年是40萬5千人 成長了7倍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針對這樣的一個成長 它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部分工時者 我們看它的結構 裡面有相當大比例是學生啦 因為現在學生 我們看到那個15歲以上的學生 去打工的比例增加非常多 以前呢 學生大概打工的機會不多 那現在就是很多企業喜歡用這種部分工時的學生去打工 你看加油站幾乎那個加油工都是學生啦 那麼或者是餐廳的 禮拜六禮拜天端盤子的都是學生啦 這是因為這些行業開始發達以後 它就提供這個機會 所以這些部分工時會增加 這個是必然的一個現象 所以以前這些人他可能是正職 那後來因為學生 你說學生很喜歡去打工 所以他就用了學生 然後就變成部分工時 對我說過去好比說餐飲業 我們可能過去沒有這麼多的這個工作機會 像現在觀光客你看 觀光客從八年前增加了三倍 那所以他必須要更多的這個從業的人力 那從業的人力他去聘正職的這個員工 他也不 就是說他可能只有禮拜六禮拜天需要人力嘛 所以他就會聘學生 那學生剛好現在的學生又比較 我必須說現在學生不像我們那時候 學生就是學生嘛 現在學生他同時他還會去兼打工賺一些這個生活費嘛 我們當時都是靠父母來培養我們嘛 所以這不一樣 好來部長我覺得你講的部分也有道理啦 但是其實過去 因為我的年代可能再比你小一個世代啦 不只啦不只啦 所以其實我也經歷過 我也經歷過打工這個年代啦 那我也是在這個可能在這個2005年之後的 打工的一個世代操裡面 那其實我想要跟部長反映的是說 其實現在的這個餐飲業就像你講的 有很多的學生 那也有很多其實是一班 他其實是正常的一個工作者 但是呢他其實在餐飲業裡面呢 其實很多的老闆他都是 叫他排班上午班下午班 但是他的工作時間其實一天可能都超過八小時 但是他還是一個part time 其實這個問題其實是非常嚴重的啦 我也希望我們勞動部可以針對這個問題喔 再做一個深入的一個研究 那其實今天最後我是要講說喔 五一勞動節就是在三天之後了 那其實我剛剛也在講說 其實現在非典型的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越來越嚴重 那非典型不是一件壞事 但是因為台灣都濫用 所以導致說現在很多的問題 就是勞工的權益跟低薪的問題 都是由這邊產生 那我們也希望說 未來勞動部能夠在這上面 再多花一點心力 那我看如果派遣 如果在政府部門能夠 真的去實行禁止派遣的話 我們是希望第一步先從政府做起 以上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